不干了 这么小的 来 等一下 你以后千万不要给永不发工资了 也不要给他包吃 也不要包住 他能干吗 你能干吗 不能干 你跟你讲 现在教你一招 不包吃 不包住 不发工资 他能自己找顾客 来 我来教你 你要不要学吗 那当然了 要学吗 对 我来教你 你看 你这个店是不是做那个项目吗 是的 收300块钱 这300块钱全部给他 那我再 你要不要 就是要的是吧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要 那你呢 那我赚什么钱 你赚什么钱 做老板的赚的钱 应该是别人看不到的钱 怎么做 看到的钱都应该给他们 我来教你 好吧 如果学会了你懂的啊 好吧 懂你了 继续了啊 呃 你店里员工有几个 就这三个 呃 能容他多少个 能容他50个吧 对 你是不是很缺员工 当然 这一招还能解决你员工的问题 你想一下 做多少得多少 给这个光头都能要啊 是吧 他就来上班了呀 跟你员工不成问题啊 再来解决你怎么赚钱的问题 每个员工想要做多少得多少 每个月得给你交3000块钱的管理费 你愿意交吗 你愿意吧 做多少做多少 愿意肯定愿意 管理他做不到怎么办呢 做不到跟你就没关系啊 肯定是那个嘛 我跟你讲啊 那我问你啊 50个员工 每个人给你交3000块钱 一个月多少钱 50个员工 嗯 15万了 15万 15万 到底10万 这老板怎么做的 哈哈哈 这一般的财务算 我也不知道 哦 这样子是吗 对 15万 15万 交个15000块钱房租 你还有还赚十几万呢 对不对 对 那你为什么不要呢 你还担心怎么搞流量吗 还担心怎么做营销吗 员工自己都解决了 自己顾自己都来不及了 叫责任分包了 你不能吃大锅饭啊 你没流量啊 又管理自己焦虑的是吧 你才20多吧 不只 不只 啊 这样子吧 对啊 嗯 那其实这个钱也不是你该赚的 你想不想赚更多 当然 教你第二招 你做个抖音账号 你告诉人家 我这个模式可行吗 你未来可以开50家店 100家店吗 那你要赚什么钱 那 在员工赚不到的钱上 对对对 是的 你要赚的是什么 管理费 是吧 供应链的钱 是吧 对 还有这个叫现金流 都是你应该赚的呀 对 就赚员工看不到的钱 让员工为自己去工作 搞明白了没有 呃 好像有点明白 赶紧跟员工开个会 你现在这个员工长啥样啊 你可长得 我的天啊 赶紧赶紧 赶紧跟员工 是不是 我们在这个手艺特êter 我们是怎么听到我 西着 特别